致遠緊力加快腳步 因為逃犯抓到了 可不能讓他有落跑的機會 趴在地上雙手被上銬 他是明德外衣兼逃犯張天昊 被圓警團團包圍 知道自己插翅南非了 脫逃犯看起來 這幾天也沒多好過 模樣狼狽都睡在哪裡呢 打地鋪睡在廢棄的船寺 用大張塑膠袋當被子 37歲的張天昊 犯强盜案入獄 是明德外衣兼的受刑人 4月21日在果園工作 喷農藥落跑 警方研判他藏匿处 可能跟他出生地 东山有地缘关系 23号下午1點多 警方在东山的法宇 蝉似發現他的踪跡 发動尾捕 脫逃52个小时 晚上睡在廢棄庙宇 逃脫原因 疑似被举报 违反作业规定 他怕万一被调查 会转往一般的监狱服刑 情急下逃亡 再过一年多 就符合申请假释的门槛 现在脫逃被逮 等于是打回原形 脫逃者最终在多加 一年的刑期 TVBS新闻 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